白内障术后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患者 告诉医生他眼睛有点疼 那么这个疼呢 我们要分析是什么原因 如果他是眼睛胀痛 这时候我们要警惕 他可能是术后眼压升高 这个很简单 我们检测一下眼压 如果眼压真的高了 需要用药物来处理 第二种疼 可能就是磨着疼 扎着疼 这时候我们要警惕 他是不是有结实 是不是有局部的炎症 那么会让他眼睛磨着疼 那么我们也要根据他的症状 给予抗生素滴眼液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肝痛肝痛的 这个在我们白内障术后 目前还是相对常见一些 这时候我们要警惕 他是不是出现了术后的肝眼症 这个需要做一套肝眼的相关检测 如果确认是肝眼症 那么给予治疗肝眼的药物 就可以缓解 专家提示 一 白内障术后眼睛疼 要区分原因 眼睛胀痛可能是术后眼压升高 需要用药物处理 二 磨痛 扎透药警惕结实和局部炎症 根据症状使用抗生素滴眼液 三 肝痛相对常见 药警惕是否为术后肝眼症 使用治疗肝眼的相关药物缓解 感谢